各位观众朋友大碗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 我们带您来关注 今天520新任总统赖清德就职 我们先带您来看 今天出席就职大典的时候 赖清德总统 紧紧牵着夫人吴梅如的手 大儿子 表姐 外甥女等亲友团 都有出席 另外副总统 萧美琴的妈妈 妹妹 姑姑 还有表姐 亲友团 也多达150多人到场 团队还特别请来女随护 我来保护 两人手牵紧紧步入总统府 520这天赖清德正式成为新任总统 而夫人吴梅如身穿黑色洋装 粉色外套伴随现身 今天很漂亮啊 大大赞美一番 前总统蔡英文口中的美人 来头可不小 吴梅如曾经在台电公司任职 不过在赖清德当选台南市长之后 为了避嫌请调到高雄市新达发电厂 担任行政职 而夫妻两会认识 是在陪考亲友的高中联考上 赖清德的人生大事 不只妻子爱相随 儿子也献身祝福 和爸爸一样系上紫色领带 西装笔挺坐在人群之中 赖清德大儿子从成大电机系毕业 在美国取得硕博士学位 现在已经结婚生子 而除了大儿子 小儿子也疑似坐在另外一侧 赖清德还挑了一下眉 另外表姐表姐夫以及外甥也有出席 很开心非常开心 因为这是他努力得来的 我们也鱼有熔烟 希望未来的这个 有在他的任期内 我们台湾会越来越好 赖清德随护车也首度曝光 经典黑色外观 搭配不规则型水箱护照 车头两侧国旗随风飘扬 B&W760i防弹板 一辆售价2700万元 要来保护新任总统 新政府新气象 副总统小美琴亲友团也没错过重要时刻 妈妈和妹妹并肩坐在管理台 还有女随护在旁边保护 整个家族的光荣吧 历史性的一刻 姑姑表姐全都来了 家族总共有150几人一起出席 要来见证家人的光荣时刻 TVB 变成最后报道 而520就职典礼结束之后 紧接着就是行政院长的交接仪式 新院院长卓榮泰致辞强调 国人最痛恨的诈骗集团 是他首要打击目标之一 寒话未来要让诈骗集团不敢再骗 至于国会嘲笑野大的局面 要如何解决 卓榮泰也勉励所有阁员 不管口袋里面装的是什么党政 行政院都要做给人民看 报告院长 我没有你那一道圣光 但是我一定学习你的温暖 行政院长交接典礼上 新格魁卓榮泰致辞 先赞美了一下前院长陈建仁 我们行政院的每一个同仁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只蜡烛 我也是一只小蜡烛 当我们每一个人点燃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照亮台湾 而陈建仁正式卸下隔魁身份 期许接棒团队继续抽 整场交接典礼也由副总统萧美琴见证 正式接任后马上向团队发号私利 针对潮小野大的国会新局卓榮泰有话要说 不管你的口袋有没有或是有哪一张党政 不管你的脑袋是有什么理念 依法行政 行政中立 对国会的喊话软中带点印 更宣誓收要目标就是打炸 国人最痛恨的诈骗卓院长要马上改变 根据TVBS最新民调 认为卓榮泰适合当院长的有31% 没意见的将近五成 拼经济和推动改革部分 信心指数正反几乎各半 但对赖清德两岸关系高达53% 没信心 供电稳定部分也将近五成有疑虑 对于整体内阁名单 满意不满意都三成多 没意见的最高有36% 展现这样的决心跟毅力 否则人民不会相信我们 人民不会再给我们机会 520新内阁上线 民调正巧呼应人民期待 给点时间再来打成绩单 这些计划你们会 中央约身小组台北什么道 520就职典礼在今天完美落幕 不过要来看看典礼的主视觉 却被质疑说 怎么跟外国艺术家的作品 高度相似雷同 尤其是在这个猫狗的部分 那么对此主视觉设计师 严伯俊也亲自回应 还原设计理念 反驳抄袭一说 520总统就职典礼 阅仪队走过舞台前 总统府被四色彩带 装扮的鲜亮有活力 还能看到总统赖清德 跟副总统萧美琴的 主视觉画像 却被指控疑似抄袭 这次的主视觉设计 跟国外两个艺术家的 这个设计的作品 高度的相似的预算 变成抄袭资金的来源 台湾被国际取消 千万不能让人家认为 我们台湾人是超人的国家 赖銷头像 神似其他艺术家的作品 第二张背板线条 也跟法国画家的作品 有点雷同 最后的徽章图 则跟美国兽医诊所提案比赛 其中一张作品一模一样 在这次呢 那我们用了这个四个 亮丽的色带 这四个色带分别代表了是 自由 民主 自信跟友善 那这四个色带的交织之间 你会看到中间出现了 一个台湾的形状 也是林俊杰 蔡依林专辑的包装设计师 这回卷入争议 也亲上火线回应 直接被拿着 就是跟另外一个作品 是用颜色跟线段 作为这种基础元素的做法 而且在这之后 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脉络 它是在一个极权主义底下的一个作品 会章部分我们的图像 我们是使用合理商用授权的图库 是我们公司购买的 设计师无奈 因为徽章图样 的确是正当购买素材 而网友也帮忙声援 网路上一搜就能看到色彩线条 和简笔话运用已经很广泛 不算抄袭 掀起两派论战 TBS新闻林专闻 综合报道 总统赖清德今天正式上任了 对未来的两岸关系 赖清德也再次重申 会延续前总统蔡英文的路线 只不过这文告当中 赖清德不只要中国拿出诚意对等沟通 更强调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而戏所演说的用字 台湾籍民主两字平民出现 我将依据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肩负起带领国家 勇往前进的重责大任 这话当然也是告诉对岸 中华民国的存在 有主权才有国家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权体 由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 由此可见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两岸关系延续蔡英文路线 只是这一举拿出诚意是否重了些 我希望中国正是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拿出诚意 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 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 以对话取代对抗 交流取代围堵 进行合作 可以先从重启双边 对等的观光旅游 以及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启 两岸观光政策怎么走 赖清德首度回应 对等唯一选项 我也要呼吁中国 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嚇 一起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 致力于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 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 如果国家领导人 以人民福祉为最高考量 那么台海和平 互利互惠 共存共荣 应该是彼此共同的目标 当然总统也有些话 想对国人说 我们有追求和平的理想 但不能有幻想 在中国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下 国人应该了解 即使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 放弃主权 中国并吞台湾的企图 并不会消失 团结守护主权 总统也强调未来将积极落实 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赖清德的两岸谈话 等大陆给回应 TVB新闻 李国正气宽柔 台湾报道 就还要来深度解读 总统赖清德今天的就职演说 在两岸论述上面 跟八年前就职的前总统蔡英文相比 赖清德措辞用字 跟蔡英文并不相同 像是对大陆的用字 蔡英文过去是用两岸来做代表 不过赖清德是直接用中国 学者就分析 赖清德向北京抛出一根 略微削尖的木棍 总统的就职演说 多次强调台湾的国家定位 无论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 或是台湾 皆是我们自己 或国际友人 称呼我们国家的名称 都一样响亮 赖清德也进一步争取 国人认同 我们一起用行动守护他 荣耀他 让世界拥抱他 让他成为国际上 令人尊敬的伟大国家 只是这话听在学者耳里 另有弦外之音 政大教授黄奎博就说 赖清德向北京抛出一个略微 骚尖的木棍 以把两岸一边一国的态势 逐渐明朗化 而把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跟八年前的蔡英文比一比 赖清德的中华民国 增了十二次 台湾八十二次 不过蔡英文分别为五次跟四十一次 另外对大陆的用字 总统大多用中国 而蔡英文在八年前 都是用两岸称呼 没用过中国 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也符合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一文 所以我想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这个就是在一个包裹下面的 一个隐姓台独的宣誓 那我个人会觉得 这也很符合赖清德 所谓务实台独工作者的后半 也就是他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过去八年 蔡总统的这个执政的方向 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然后基本上来说 等于就是延续蔡总统的路线来说的话 就不会在国际议题 还有两岸议题上面来想被扣分 所以我觉得让赖总统更有底气 去把两岸互不历史的这个政治事实 放在他的就此言说里面 连学者都认为赖清德的两岸论述比较硬 不过从国安会秘书长 转任到国防部长的顾励使用 却不这么认为 你会很担心说对岸的危险 会不会更加增加这样子 我想赖总统的关心说明 他也会移行中华民国现代体制 没有脱稿顾立熊自认 还是依循蔡英文路线 七批平时新闻 李国正确宽柔台湾报道 赖清德今天提到台湾是国家名称 结果遭到了马英九办公室批评 这样子将中华人民共和国 视为外国的新两国论事 直接的挑衅 至于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则说 要给赖清德三个月的观察期 总统赖清德520就职演说 直接表明台湾是国家名称 就让马英九办公室反击 根本是新两国论 直接挑衅 也提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 这都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 那也是有一点挑衅的意味 如果他要这个推动 往台独的方向 签议他要修宪 打枪赖总统坚持台独路线 必定冲击两岸关系 话说的直接 而缺席520总统就职大典的 国民党主席周越伦也对演说 不以为意 我的一句感慨 今天的演说 内容非常的赖清德 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一两国论 台面话 想要来推动两岸关系 敢言批评赖清德 违反中华民国宪法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似乎想缓家 三个月观察期 要看赖清德怎么处理 但也坦言 蓝绿白三阵营之间 最大公约数还是中华民国 至于细咒能源课题 相较于过去蔡英文 主打非核家园 赖清德却知字未提 没在演说中表明 是否代表能源政策 即将改变 也被检验 再来观察一些场边的花絮 今天的总统就职大典 不只政要云集 演艺圈也有人共襄盛举 不过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在赖清德演说的时候 被拍到打哈欠 柯文哲下午也回应 自己睡得很饱 精神很好 而艺人家永杰在分享 自己接到邀请电话时 真的吓了一跳 从立法院长韩国瑜 手中接下中华民国之喜 和荣典之喜 赖清德正式就任 第十六任总统 两人表情肃穆 与汉新任总统府秘书长 潘孟安握手时相比 心情感觉轻松不少 开个玩笑 接着还要赶回立法院 五二林总统就职大典 正要云集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难道是先来会四年后对手 还是提前见习 只是在管理台上 打了一个大哈欠 看起来有点疲惫 有吗 我昨天睡得很饱 我怎么会打哈欠 道士同样可能是 四年后对手的台中市长 卢秀燕也北上参与 我专存向议会请假 亲自北上来参加 总统的就职典礼 祝要献上我的祝福 而在典礼开始之前 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疑似迟到要入府 却被挡下 今天早上我很早到 我已经走得太快了 已经走到门口了 那我说好 那我在门口 等主席跟其他委员到 是太早到找不到路 而错过和党内的集合时间 而这一大早的就职典礼 瞌睡虫似乎也不少 我们决定的未来 不只是我们 以及加速都市更新 桃源市长张善震 民进党立委蔡其昌 疑似在赖清德演说时 就快闭上眼睛 政坛之外 也有一人共襄胜举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 是觉得 就是还蛮惊吓的 然后因为他开口就叫我说 请问是防疫女神吗 赖清德讲话 一直KK的 他太紧张了 关于表演这个事情 请我下次放在镜头 我来教他好了 还有台积电商办人张中某 与夫人张淑芬 联媒出席官礼 大咖云集迎接赖清德时代 TVB的传统报告 赖清德总统就职 日本31位跨党派国会议员 也来台祝贺 其中还包括前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的职子 暗信签示 赖总统早上接见 日本使团的时候 还特别花了超过40秒的时间 跟暗信签示对话 暗信签示也表示 因为知道伯父跟赖总统的交情 所以特别佩戴了 安倍遇刺当天 手上戴着的手表 来到台湾馆里 英姿萨爽的 对着TVBS的镜头走来 他是日本众议员 暗信签示 也是这次来台 祝贺赖清德总统就职的 日本议员中 最受瞩目的一位 众议员暗信签示 因为在总统府 和赖清德见面时 暗信签示 又是鞠躬 又是紧紧握住总统的手 两人足足交谈 42秒钟 暗信签示 除了相待总统报告 自己在去年当选国会议员 还特别跟总统介绍 自己手上的这颗表 原来暗信签示 出身日本政治世家 父亲是日本前防卫大臣 暗信夫 至于安倍晋三 则是他的伯父 他也透露 自己在2016年 就因为安倍的关系 和赖总统 有过一面之缘 事实上把表 送给暗信签示的 安倍夫人 赵慧女士 这次也有来台湾 这次日本管理团浩浩荡荡 也为赖清德政府 带来六项保证 包括美日台战略对话 将落脚台湾 还有推动日本学校 碧旅来台观光等等 甚至连军事相关的对话 都在秘密进行中 日本政府希望加强台日交流 或许不是说说而已 TVBS新闻 谢宏瑞 郭显玉 台北报导 总统赖清德 下午也接见了 美国特使团 提到了台美 坚实互信要继续合作 而美方的前 白宫国家经济会议 总监狄思泽表示 会持续的神话台美合作 更说现在是双方关系 史上最好的时候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更是以台湾总统 称呼赖清德 总统赖清德 下午亲自接见 美国庆祝访问团 双方都谈到台美合作友好 只是早上致辞讲到这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中人鼓掌 但前AIT主席 普魏哲表情深硬 严肃跟AIT处长 孙小雅相互交谈 看来对这字眼 是否有所保留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以台湾总统称呼赖清德 而这一次美国庆祝 访问团 赖清德也是一一接见 跟拜登前顾问迪斯 有说有笑 尤其跟AIT主席 罗森伯格 两人手握的超级用力 上下摆动 看来对于台美双方合作 有很多想聊的 而美国前国卿 庞佩欧 更以个人身份出席力挺 斯瓦蒂尼国王 亲自率队 与王妃们总动员出动力挺 只身为邦交国的他们 有帮瓜地马拉是派外长代表参加 没有元首带团出席的 还有这 海地共和国做爱大使 海地也是 而外交部前部长吴钊燮 曾提到目前有两邦交国 短期内虽无问题 但有长期隐忧学者分析 这算是观察点 不过据悉 赖清德就职后 瓜地马拉不排除 未来会有更高层级的人来访问 毕竟外交也成为赖清德上任后的 一大考验 五二零就职 包括了美国CNN 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 还有英国卫报 BBC等欧美的媒体 都大篇幅的报道 其中外媒最关注的 当然就是两岸的关系发展了 不过外媒普遍并不看好 两岸未来有对话的基础 认为赖清德将延续 蔡英文的外交路线 甚至预言 大陆将会加大军事跟贸易的压力 打压赖清德身亡 让我们欢迎中华民国政府元首 赖清德总统 萧美琴副总统 总统赖清德五二零宣誓就职 国际媒体纷纷大篇幅报道 英国BBC分析 赖清德没有蜜月期 因为一上任 就得面临立法院政治对抗 以及来自大陆的压力 预料未来几周或几个月 陆方很可能加大 对台湾的军事及贸易制裁 试图削弱新总统声望 美国纽约时报认为 赖清德在外交谈判上缺乏经验 并曾经发表激进言论 纽约时报还引述学者看法 直指目前大环境 比2016年蔡英文上任时复杂得多 由俄乌战争 中美对抗 外加八年的两岸敌对 导致赖清德处境更加困难 尽管赖总统向对岸喊话 呼吁台海和平 共存共荣 但接下来这句话 恐怕让陆方更为不满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反并吞互主权 不可为了政权牺牲国家主权 美国CNN 英国卫报一致解读 赖清德上任后 两岸不太可能恢复对话 大陆也符合外界预测 520前夕针对台美生产的 共剧剧甲权进行反倾销调查 并接连制裁对台军售的 三家美国企业 让两岸关系再度蒙上阴霾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520这天台电真的可以说是战战兢兢 日前在南部台电 一下子挖破自来水管 造成严重漏水 一下子台南又跳电 就怕今天要是出包有状况 真的会很尴尬 因此南区书店工程处内部通知 会有停电风险的打地砖挖管线 520这一天暂停施工 统统不准做 位于南科的台电施工地 怎么近悄悄的 也只剩零星施工工人在作业 今天是上半日 按照道理台电的工程 应该要正常作业中 不过就在520这天 内部的工人透露说 接到通知 今天暂时停止施工 流出内部讯息 群主直接说了 520新任总统就职 而这几天南部出现 重大系统事故 市长还亲自南下 显现对事件的关注度 因此台南高雄 绝对不能在520前后 发生台电引发的重大事件 很重要还要说三次 19和20号暂停打桩 开挖输电线路的吊挂作业 一律停止 日前台电挖破自然管线 大量漏水 隔天18号台南市区多处跳电 导致卖场黑漆漆 南部陆续出包 加上又是绿营的执政县市 总统就职不能再落 停工牺牲工程进度 有做才有钱拿的日新工人 被迫休假 台电表示遇到重要的活动 怕影响民众权益 高风险的工程会暂缓实施 台电回复施工50多处 只有少数停工并非全面性 赖总统走马上任第一天 台电要顾好面子不能出包 确保不会出事 解决方法是消极停工不作业 TVBS新闻方志者宋沛文台南报道 总统赖清德今天上任 上午在总统府结束就职典礼之后 下午移转到自己的本命区 台南出席总统就职国宴 这也是国宴首次遗失到台南 而赖清德致辞时也透露 选择台南的原因 是要均衡台湾发展 带着总统夫人晚间出席国宴 服装上总统赖清德换条领带 副总统萧美琴则一身粉红长裙 搭配珍珠项链 不只服装不同 连国宴地点也不同 这回国宴就职首度选在台南 除了刚好台南建成400年之外 我们也要展现新政府 在未来台湾的建设上 能够达到均衡台湾的目标 让处处都可以安居 人人都可以乐业 台南是赖清德的本命区 他在这里当过立委和市长 现在当上总统也要带外宾来看看 而台南日照充足是推动绿能的重要城市 赖清德特别介绍 在台南高血站的附近 我们也有台湾绿能智慧科学城 是未来台湾发展绿能产业 最重要的一个基地 对国宴花尽心思 也把自己政治启蒙点 介绍给全世界 TVBS新闻花镇森 李宗泽台南采访报道 蔡英文卸任 我们要带你来看小英总统的这八年 喜欢他的人说他忍辱负重 把自己放到最少 把以往政治导向的民进党 教会用政策思考事情 不过不喜欢的人说他很有手段 很厉害 做了八年之后 把政权还能交给同党的人 不过我们也发现了 事实上台湾这几年 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因为蔡英文的确高了不少 不过要先来看看的是 他是衣服口 还在家里发现了 两桂海 两桂海 最后 实际有什么 萎生 人 过头 活动 能 第十四任总统宣誓 总统誓词 于谨以事成 向全国人民宣誓 于必遵守 宣誓 当真理很徘徊的时候 其实你要是更坚固 你的方向是正确 那把船开得更稳一点 护脱 如为誓言 远送国家严厉的制裁 请示 宣誓人 帅英文 中华美国 一百零件 一百零件 中华美国 正式的 休閒的 櫻婷的 你喜歡哪種蔡英文 基本上都是衣服控 應該是那一種 只注意自己的衣服控吧 他說 你要不要去給你做西裝 我相信耶 我幫你除淺 她的化妝師 紫...紫瑄 她好像有一次跟總統講說 你是不是跟廣除也講一下 請她這個 訂做一下西裝或是怎樣 你那個說你衣服的褲顏色 是啦 就是要訂做一整套嘛 這是因為公民心的西裝 外套和褲子常常顏色不一樣 總統說不要這樣好不好 人家有五個小孩子要養 幾個 五個 蔡英文衣服控的標準 因人而異 這件蜂衣是海軍的 海軍有一個外套 有一個便服的外套 其實看起來很有型 很挺 他就幫大家都準備了一件 他刺他要包 刺他要包 不少人以為這外套是特勤中心的制服 結果是蔡英文送給隨乎美人一件的外套 離開紐約 前往瓜地馬拉 他也是穿著這件風衣上飛機 海軍想必很有感 舊的跟蜥子有什麼不一樣 以前的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好看 除了好看 現在的數位迷彩 隱蔽性也比以前的大地迷彩好 這是蔡英文當總統候改的 看到人家穿的就會覺得 怎麼大家都這麼的 對 我是因為我到每一個國家去 我都會注意人家的警察是穿什麼的 台灣是全球輸出這類的個裝 還蠻大的一個國家 既然台灣做 我們為什麼不給自己的軍人跟警察做呢 回來後開始趕 然後比較透氣 而且比較耐息 我覺得最帥也是他們的鞋子 那個鞋子連我穿我都覺得蠻舒適的 你還蠻愛穿的 我也有一雙啊 我也有軍服啊 我也有那個迷彩莊 改了軍人的還不夠 還改了警察的 讓他要有容易改 你必須要讓他在執行職務處的時候 有展現出來那種 一個軍人一個警察的那種威嚴 這幾年各軍種的銀社開始悄悄打打 真是把老舊銀社整件的性安專案 我說這邊怎麼那麼整潔啊 他說這是一個星光部隊 那時封世寬是國防部長 蔡英文隔天要來參訪新竹湖口的五四兩綠 他先來看看 不過他越往離走 心就越沉 因為看到的是這樣的影射 就是通鋪嘛 就是很多人住在一個很大的房間裡通鋪 這邊到晚上怎麼辦 我就不知道 上面有六個這個電扇 行政原路出來的時候 蔡英文這麼問洪世寬 假如你的孩子明天來入伍 你有什麼感覺 你說報仇的話我會很難過 有六國防改革就是買武器嗎 不會不會 所以說在我們的任內 其實我們持續的向社會傳達一個訊息 也希望社會可以有這個共鳴就是說 軍人跟警察都是很辛苦的 他是保護我們的 我們也要軍警察 他把心都給我們了 是不是 這論調近兩年很紅 源頭是國際媒體英國經濟學人 在2021年底的封面 從世界最危險地方的封面 連結出的選舉順口又是 票投民進黨青年上戰場 而同一家國際媒體 兩年後卻是這麼報導 台灣是一個受嚴重威脅的重要島嶼 政府兵役員長的決定卻無比艱難 因為台灣人還沒有決定如何 甚至是要不要 防衛自己 做對了也是給人家罵啊罵啊 不如我們把選舉打好 身邊的有一些幕僚會持反對意見 應該不是反對比以延長這件事情 而是覺得方案可能不夠好 對 而且他們也怕 當然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這樣會不會不掉選票 但是我是覺得 如果我們溝通的好 反而社會會翻過來支持我們 這照片是黃崇燕用手機拍的 你帶著幕僚還有軍方的人 大家一起討論 我們還是問那些 比較有經驗的立委說 你們覺得怎麼樣講會比較好 所以也有些立委是參與的 最後是修了56個版本 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在大家 帶著這個刺刀 然後是開始喊傻傻 沒有 我們現在用的 用的跟現在先進國家 在訓練軍人的方式一樣 教他們新型的武器的使用 與其他們到外面那些射擊場去打 國家的發展可能更好 就這樣看起來很像是表演性質的刺刀術 變成了中和格鬥技 可是就算訓練方案改了 真的學到了保護自己和國家的技能 待遇也調高到了2萬多一點 還是有人覺得浪費時間 讓這一年的服役 同時可以累積勞退個人帳戶的 第一年的收入 因為大部分人都是勞工 劉建興建議不如跨部會協調修法 幫易南開勞退專戶 看似只關國防部的兵役延長案 背後是細膩的跨部會合作 這個領導者 他必須有的這個決心 你有這個決心 然後有 比如說黃曙光他們那一些人 他們是自己企業的透明 這是對他們來講 或許是他們的一個夢想的實現 在這個歷史的一刻 讓我們一頭為海虎經典 以及潛艦國造 高升觀賞 這樣可以用來的 台灣最大的需求不就是國防嗎 你把國防變成是一個投資的項目 變成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動人 沒有什麼不好 除了把國防工業做起來 還把手伸進太空 台灣人總說說自己做衛星 對 第一顆低軌衛星也快發射了 那是台灣版的星鏈 就是原來我們被做很多很頂尖的事情 這是當年中原院的團隊 給我們的一張照片 就是鼓勵我們什麼事情 只要努力都做得到 你說這一張就是 抬動你做我們台灣人的團隊去拍的 對 非常厲害 李拓子 蔡英文文道小組的前組長 像這個就是他寫了一個指條來 就是跟健新合作 這樣護膚做的大綱 跟你的備忘錄合併 然後再請人多看一看情感面 有沒有再加強 蔡英文的講稿 是大家開會抓出一個主軸 木良們在各自發表看法 最後給寫稿人彙整 接著李拓子拿出一份很厚 有著16頁的講稿 那是很多人意見的病程 蔡英文催著想先看 不得不只好先教 你看他一個字都沒改 他直接拿你的背面 重新寫了一個新的 他自己寫 對 這是他自己寫的 你看他寫滿多 這不就是退稿嗎 他有明確的回復給你 反而是太寫的 對 我來講是 不用慘 對 工作上面是很好的 中華民國台灣六個字 絕對不是藍色 也不會是綠色 這就是整個社會最大的共識 中華民國台灣屬於全民 是蔡英文自己寫在便條紙上給李拓子 對岸步步進逼 再分下去 國際到底要怎麼看我們 你就是要把你的共同面 把它提升 然後把它擴大 把那個有差異性的地方把它縮小 國際輿情的彙整 這個彙整在我記得16年 當時每天大概就是兩頁 能印到兩頁是標題加上內文 而且大都和兩岸有關 很少單獨報導台灣 現在是多到只能列標題 還得雙面印 台灣為什麼這幾年任性增加 外賓絡意不絕 外媒形容蔡英文是個冷靜 不挑釁 不招勁的領導者 我本來就是一個 不太容易興奮的人 這是個性 她很重視的一個是 平衡感 一個有談判經驗的人 她會有一個信仰 就是說 再困難的事情都可以解決 是不是因為 談判不是輸贏 對 因為談判是一個 利益相互衝突的兩組人 他們必須去找出一個解決的方案 黃崇諺和蔡英文一起工作16年了 總統是把台灣重新再把它 鑲嵌在這個世界的體系裡面 那這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就是要跟世界的 越來越多的國家產生一種 共同的利益的關係 跟世界越連結越安全 對 那從區域安全的角度來講 台灣其實也 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把台灣重新鑲進世界的過程裡 或許因為蔡英文是女總統 她從小地方 像是關心人穿什麼 住得好不好 來鄰居大家的相信力 再慢慢擴大到國家的認同感和光榮感 這樣的方式很蔡英文